请无限超越班议员进场 哇好多人熟的前辈们呢 哇邓翠文老师啊我好喜欢他 就不娘说的话是孙儿 我今晚会为你留着 从来就知道你和我两个在这儿斗 吴振宇老师 因为我也看了他很多电影 对 这些经典的话 大家都会去反复地看 我觉得雅之姐非常优雅 其实我是看他的白蛇长大的 他那个时候我就好喜欢他 许少雄老师 我很喜欢他演的欢喜歌 欢喜歌是什么人 真正的诗莲文 就是很激动很开心 也不好去形容这种感觉 我觉得有网络格式的感觉 我能这么近距离见到就是香港里面那么棒的艺人和导演 满满的情怀就回来了 都是看着他们的戏长大的 老师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面试 这次是由我们监制组 还有其他的前辈演员 组成了一个演员工会 请注意 你们的面试表现会直接影响到在座前辈对各自剧目的选择 接下来有请第一位面试的无限议员 何语 抱抱人生大戏 高端优粹开启 接下来进入俊乐堡优粹有机奶粉 未来无限 优选时刻 各位老师好 我是英元何语 来自恩赫恩村 身高二文八十 终于宽敬有水 这是我的钢链 请大家过目 自我介绍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流利和自行 哪怕说错了继续往下说就行了 你觉得这是粤语 那就是粤语 我还有 一段 五五 功夫表演 先给各位老师好不好 好 好 某某台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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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 两天还不错 体力不太好 你看喘气喘的 那会儿我见到老师们 肯定紧张 没事没事 因为动作演员 真的是比较难的一个项目 我看到你的资料 你刚拍完一个仙剑 演的是胡锅以前演的角色 对 有压力吗 有 有没有说要跟他比拼 没有跟胡老师要比 因为胡老师注意在前 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只能说 像胡老师看齐 学习他身上好的地方 但是胡锅 他已经是 那个先见那个天花板 万一你真的 也不能超越胡锅 那你后面的条路 你会怎么去选择 我觉得我不是在模仿胡老师 我是想的是自个儿创新的 我演出自个儿的 理解的一个感觉吧 我觉得我以后的路子 我肯定会不断地去努力 认清自己 然后完善自己 然后变成一个最后能不可代替的一个人 叫演员何宇 不要去跟任何人比 好像我一样 演任何一个角色 就是不断地去研究 剧中人物的那种喜怒哀乐 还有打法 拳法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那是最重要 对 不要说我要跟上一部戏比 我要跟下一部戏比 很多事情不能比 我是过来人 后来我现在就是没有比了 我只是把每一部戏当下的每一天 在片场要做的事情去做好它 这个是最重要的 有请周柯宇 哈啰 大家好 我是In to One的周柯宇 很开心终于可以见到电视里面的人 很兴奋 很感动 我感动在出汗 希望你是可以不感动 我的年轻人有很多机会可以跌倒再起床 我们要做的就会不断上市 不管会不会失败 会不会遇到狠狠 我今年一岁 我有四到大都没接触过唱歌和表演的训练 很开心可以见到大家 我是In to One的周柯宇 小周同志 你唱歌 跳舞 对 还有Rap 对吗 是的 Rap I love it I love the rap You want me to rap If you can do it We love it right Try now OK OK Kyu Listen First Time She was in my math class Set beside me used to laugh Had mad jokes The teachers always got mad So we passed notes It started off so innocent She had a vibe and I started digging it I wasn't young and straight crushing Trying to play the cool But I couldn't wait to get to school Cuz when I see them thighs on her And them hips on her And them lips on her Got me daydreaming Man what As time goes by Attraction getting deepened And I ain't never been obsessed before She wrote a note Since you ever had Before Yeah Dosai Dosai No well done Well done 很厉害 好棒 還有吉他的嗎 有 成果 You can do it OK music I sing and dance Let's go 我看到你一唱歌一跳舞 滿滿的繼續心 我覺得你有那種舞台王者 那個風範 沒有 沒有 他表現得很好 表現得很好 出道才一年是吧 對 那我知道你在演戲方面 沒有什麼經驗是吧 對 如果演員跟唱跳只能二選一 你選哪個 目前選演員 因為最開始我做唱跳的時候 我的夢想就是進到一個團體 開一場演唱會 目前選演員 我現在進到的團體 可能馬上過幾個月 就可能會開一場演唱會 然後我的 我現在進到的